韓國瑜在選上之後 民進黨不只是用放大鏡仔細的看 還用顯微軍機檢查 想要找出韓國瑜可以戳破的罩門 但現在這個時候 郭董出現了 但是郭董的目標不是更大 更好攻擊嗎 我們本來民進黨內部是 原先是蔡英文一個人 所以初選制度的設計 一開始的設計是那個樣子 所以開始子彈 開始瞄準 開始瞄準韓國瑜 所以開始很多人開始出擊 那是我們內部後來產生內戰 就是說有人開始要來挑戰 義德大戰 對 不過以這個情況看起來 民進黨現在獲得一個 紓解內戰的一個 好的一個條件 也就是說外部的一個強敵壓境 包括韓國瑜 郭台銘 所以我們內部大概有紓解 走向合作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感謝 我還是要感謝 國民黨反而陷入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內戰 這個內戰不是人的內戰 我們是人的內戰 你是說什麼樣的內戰 你們這個國民黨的部分 是人神的大戰 撐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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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人神大戰你知道嗎 高手 你看完 這是人神大戰 為什麼 韓粉是人 韓國瑜他雖然說 人家說你造神造神 事實上他還沒有到 被造神的階段 就是韓粉 這都是人 都人要決定說他要算不算 韓粉現在希望他有一個 可能走英雄之路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人 在拱著韓國瑜 郭董就不一樣 他是媽祖在聽的 所以這個韓粉對上媽祖 這個怎麼化解 這個我沒有經驗 我沒有經驗 要拔杯 這個人不是用拔杯的 是應該用拔杯的 所以基本上 國民黨內部是有問題 這個怎麼化解 吳敦力現在好像又開始在 轉方向了 吳敦力主席 他一開始本來是什麼 初選派的 後來又好像傾向徵召的可能性 現在好像又在替郭董 找這個所謂解套之路 好 郭董在這個時候出手 這個是人說歌手 為什麼是一個高手你知道嗎 他小手就是說 我要選 而且是初選 這個樣子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逼著韓國瑜 你到底要不要來初選 現在他一旦出手 這個小手就是大家說他 這個情況下用初選 他可以得到多少人支持你知道嗎 這郭董是歌手厲害 他在 他這個馬上 國民黨內的主要力量 全部怎麼靠攏 對 王 未必然 你聽我說 至少是附和他的這個主張 王 不是說力量整合 而是說他這個立場 這個主張獲得了多數派支持 這個叫初選派 王 甚至朱 你不信的話 你馬上去問一下 朱立倫主席的意見 他一定會說初選還是比較好 他一定會講這個話 王金平本來就要走初選 王金平本來就要走初選 對 所以他馬上獲得所謂初選派 極大多數的一個集結 像是韓國瑜 韓國瑜如果沒有吳敦毅來 他不參加初選 不一定 他4月不領表 不一定 這個時代都變成這樣 滿個4月 回來就要決定 回來就要決定 你如果要走英雄之路 這現在三條路 後面那兩多不可能 不可能的 如果你要走英雄之路 那你還有什麼 4月不領表的事情 英雄可以決定什麼 哪一個月要當英雄 哪一個月要當小雄 哪一個月要當國雄 不可能對不對 英雄就隨時你要 要跳下去 所以基本上 如果被這樣子秀現的話 韓國瑜會陷入一個困境 就是我們一眼所談這個困境 你怎麼樣去解釋 你剛選上市長 這個就是他的困難 所以郭台銘 真的是隔手 這個是一個 我不要說大招的隔手 至少他是一個談判的高手 他馬上逼到你一個 這個很難轉生的一個角落 郭強強冠 我們看到韓國瑜在美國的時候 他說這個英雄 蕭雄跟狗雄三條路 他要走那英雄之路 可是綠營圍剿他的半年 他也挨了過去了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 郭董說要參選了 但是民進黨最厲害的 可就是那選舉了 看來郭董他從來沒有參選過 能躲得過綠營的圍剿嗎 英雄 如果以我你看 怎麼叫這個英雄 英雄的人就是有當中 那個當中非常堅持 他會受到全民的這個愛責 他會受到全民的這個愛責 他會受到給英雄這個人 他沒有技巧的 所以你很簡單看 我聽說 我們在背中摸一檔的時候 我無關你們國民黨怎麼吵 我感覺你們這些國民黨 有時候我看得會痛心 我自己心會痛 大家都看風向 你摸到他自己的一個質位 每一個人我看都是這樣 很少 你想說我們現在 他回國地上一次 三四年前 三四年前 那個 我們就說總統的台選就好了 國民黨 你們報告有夠拍檔 你知道嗎 有夠拍檔 對不對 為什麼你今天去的時候 這個世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要爭斷 大家都要爭斷這個位 這是一般人民在看的 其實今天 因為你國民黨厲害 不是你國民黨厲害 也不是民進黨含慢 民進黨是非常爛爛爛爛 爛爛爛的人民 他沒辦法發射出來 這裡在沒人家處的時候 韓國就落到高雄 我像高雄人說高雄話 韓國到高雄的時候 根本看他賣氣的人 百分之八十 如果國民黨裡面 百分之八十屁股 韓國有的 我們是立國民黨的 真的 韓國路來到高雄的時候 很多人看他不去屁股 算什麼市長對不對 連理長就不夠假 韓國他是這樣 但是他屬不離來到高雄的時候 他這個金 韓國有這個金 被台灣人看到 被高雄人看到 說 哪有那麼金的政治人物 說出來會那麼敵人心 這個高雄人看到民進黨的怨 比較在地跟疼 會偷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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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發出這個韓流 這個我們周圍的韓流 剛才靠近 你說說他今天接到電話 今天我早安到今天去接到電話 我們差不多要설 整個家 電話沒有禁止 不 halls 大家 反了而已 有人要阻 три 有人感人 整天都歪著你回頭 如果韓國也沒出來算 那是恐怖到這樣的情緣 尤其是你今天韓國的這條專民 對他的疼痛和愛哉 在人民的心目中 他就是真真真的英雄 他敢出來拚 那麼我們外國說回來 你國民黨在這個時候 在台北上你爭那些人 在我個人來看我實在是 我不便給你們報名 但是我給你看我去市民來你看 這每一個人心想都一樣 你們那些人很不假 真的很不假 今天的專民專民好不容易 韓國會說一句話 高雄他在做這個市長的時候 他有骨頭做沒有 他有銀針做沒有 我以前你給民進黨的命 給民進黨的腳 他就是說沒有專民的意思是說 沒有你做那麼高的 為幾個台灣來打這個請 其實韓國要選總統 不是他自己要挨的 是議民跟疼痛 他架起來 架他去選總統的 那麼到這個婚威的時候 他真的比較適合 他可以找到總統圍 他也比較適合 他可以找到民進黨 但是這個婚威的中間 這個要出來 那個要出來 這個要做 那個要做 所以議民很疼心 很疼心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要把所有的這些好朋友們 大家互助 其實我們剛才有這個台灣 我們要挨的就是 他選擇一個 他真的要替我們這個 電影 真打拼 要來做的這個人 真實的這個人 所以你如果心中你抓的 有疼 我們就不要讓這些議論 來把我們做 優到我們的心中 所有的這些困擾 你現在你如果沒有 你這批聽 這批聽 到底要出來沒有 這個要出來沒有 這個好不要這樣 你到後來你整個民進黨 我跟他抓去 我不會跟你批聽 我跟他抓去 我一直要給我們所有的 這些觀眾朋友 你今天 你如果是今年 說你支持韓國的 你就把它堅定 堅定 像我們這樣堅定 就支持這個不要動搖 不要動搖 我給各位報告 通知今年 我怎麼會去 我怎麼會去接 我們也要去問 你一定要做明顯的表達出來 讓人民跟你說 說你是真真正 一個台灣的一個 你不可以做古雄 也不可以做蕭蕭 沒有蕭蕭可以做 蕭蕭 那是過去 民進黨已經唱歌了 民進黨他就是蕭蕭 抵抗三 我跟你說實在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辦 全民知福 要做一個真真正的英雄 也不可以做古雄 古雄就這麼好 那好 無事無命的 那都在過去而已 所以韓國的 台灣人對你的期待到現在無靈 韓國的韓國瑜 你有你看電視 台灣人對你的期望 隆重無靈 希望你提出到真真正的英雄之家 改正的這個當然不讓 今天要補充 我補充一下 其實不要受我等一下的講話影響 我覺得我要說一下公德話 其實韓國瑜替國民黨 是開了一條重新執政的路 他是屁了這個路 開了這個機會 結果後面這裡唱 其實是都在唱歌 難看 真的是這樣 所以常常說 我實在是心裡面是有同感 不然因為我這裡有講話 你就影響到我 就是鼓勵你是不是夾不是這個樣子 其實 正 正是一時 社會還是要有公立 你知道嗎 要有公立 我在民進黨裡也經常這樣 我說很多 我民進黨 跟我幹部 還是比我長部 開發 開肚 那是犧牲很多 後來被鬥得滿身是傷 下場是很不堪的 這很多 國民黨現在好像又回到這個情況 其實韓國瑜 是國民黨百年難得一見 這是你們賴神 你們好朋友在講 說這個奇葩 為什麼你知道嗎 南部可以破開 綠色的鐵板 誰 告訴我 韓國瑜 是郭台銘嗎 也不是 韓國瑜那張騎的時候 也是蠢子的 那不是說騎穩抽的 蠢子的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情何以堪 對韓國瑜來講 或是支持他的韓粉們 來講情何以堪 我是說說就有 但也是我的影響 你們這個國民黨內 家務是我實在是 也插不上手 也幫不上忙 你現在真的是 拿板凳在看戲 我現在對這件事 但是我自己也是 被民進黨內的內鬥搞得 全身很不舒服 很累 戴琳 這樣子加開來 就要等明天早上 韓國瑜這飛機一落地以後 他的講話的這些 關鍵字眼就非常重要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郭台銘本身 他現在這個時候 藍營本身的 總統內的初選 他一參入之後 等於是完全的重新洗牌了 以目前來看 黨內有一個機制 就是準備要用民調 來徵召韓國瑜 這樣的一個共識 可是現在郭台銘 這樣閃電宣布之後 基層的人會不會更焦慮 我覺得郭台銘 他雖然接受了所謂的榮譽狀 我們黨內的榮譽狀 但是他恢復 從失聯黨員到恢復黨籍 然後到後面他還要再登記參選 一般來講要4個月的時間 但現在是4月份 然後4個月就要到8月去了 這時間點跟總統提名的時間 似乎有點晚了 另外如果以韓國瑜來看的話 韓國瑜是 目前我們一直都在講 他除非用徵召的方式 否則他要用初選的方式 他不參與黨內初選 事實上是很困難的 有點名不正 言不順 所以其實對他來講 這一招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路走不通 看起來郭董的路 好像也有點問題 所以其實黨內的機制 可是拿到榮譽黨員的證了以後 榮譽狀就可以解決 4個月的問題嗎 我倒是不認為 韓國瑜也是一個 我們一直以來都認定 他應該就是 那個要被徵召的人 現在又出現了一個郭董 但是這些認同到底有多少 其實沒有一個數字可以證明 所以到底他跟韓國瑜 或是說其他的豬 王之間的狀態 是怎麼樣 其實也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分析 但是對於基層的民眾 這種焦慮感的確是有的 大家會覺得就是說 韓國瑜還要不要選 但是在高雄會呈現兩種狀況 一種是韓粉 本來急切的 期待他要選總統的人 突然間發現 有一個另外一個 也是很強的對手 這個人可能 到底是韓國瑜會出來 還是郭會出來 形成了一個矛盾的現象 我就在我的Nine的群組裡面 看到很多人提到就是郭董的部分 他們也提出來就是說 郭董在生意上面的確是很好 但是在政治的部分 他從來沒有參與過 他是不是適合這一方面 他們也期待就是說 韓國瑜能夠持續的 就是堅定的能夠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聲音其實是 在高雄還有另外一個聲音 是支持市長應該要留在高雄的 所以支持市長留在高雄的這個 似乎在這一兩天得到了一個 比較穩定的一個力量 所以就是說那個力量 會轉移支持郭嗎 並沒有 這一群不會轉移到誰 這一群會看韓國瑜支持誰 他會支持誰 那韓國瑜會支持誰 現在 他要選 他就支持他自己 所以他的講話很重要 對不對 他要怎麼回來怎麼表達 所以我們直到的消息都差不多 我們直到的都一樣 都是幾種的焦慮 緊張 或是晚上睡不著 這兩天真的 做你到今 兩天都睡不著 我跟你說 早上六點電話就入了 頭巾又一直 我在錄影我就沒辦法 你知道嗎 現在是要怎樣 現在又怎樣 現在又怎樣 一遍 剛才說 加約 谢谢大家